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西方是死了闭眼睛才去的 只要是死了闭眼睛才去的 佛门就已经告诉你 你用今生的勤苦 想要求得将来一个不知名的去处 还是愚痴 既然是心法 他绝对没有说 你眼睛闭上了才找到这一念心的 假如眼睛闭上才有那念心 那现在活的不是心吗 既然是心法 他就没有什么睁眼闭眼的 你现在站到这样的心 你看到就是西方 将来闭上眼睛 你当然还是什么 还在西方 那个心是不会死的 那你说那经典不是往生去西方吗 临终去西方吗 那你说这样讲的话 是自然讲的话 不是违背经意吗 临终 有很多种临终 佛文要是讲心境的话 临终 临终不是在形象中看的 金刚经就告诉你 理解相及一切法 临终就是你众生业力消灭时 临终 在每一个行为 过去的业感 消掉时 你看到就是西方 那叫临终 你再也 虽然还在世间 你再也不能堪称为众生 叫临终 每一个念头当下 那都是过去众生的妄念 他过去在种种妄念里面 你看到都是众生的业力 现在在每一个念头当下 每一个念头当下 他完毕的当下 你看到居然是决心 那也叫临终 所以这个人不就要到闭眼睛 每个念头之中都有临终像 所以临终有一起果报 那叫做分断生死 分断生死的临终 那还有什么 还有变异生死的临终 你不能讲临终 就是在分断生死中见临终 分断生死是在哪里分断生死 分断生死是众生 根本就是执着现间的业感 以后才有分断生死 分断生死是什么人的业力 是凡夫的业力 变异生死是什么人的 什么人的行为 是菩萨 菩萨你看到念头之中 他都知道变异 这下喜目 哀乐 他都能够看到缘起了 所以他在缘起当下可以看到 喜来喜缘来 则来缘去则去 他觉得生生命运是在哪里 是在这样缘起变化里 是变异啊 凡夫是缘起变化的生死都感不清楚的 他只能感觉到分断生死 分断生死就是 就是每天活着我根本感觉不到任何的生命的作用在眼前 我只要这一期果报完了以后 要死掉 闭眼睛那个我才知道死啊 他说生说死是这样子说的 那是反复 那古德讲的当下西方齐心净土 那当然是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